在朗布拉邦已经躺平了一个礼拜了 今天终于准备出发了 今天准备前往老挝的万荣 在住的宾馆这里 遇到了两个从泰国骑到老挝的摩友 两个本田 刚刚跟我们合影完 飘飘跟他们交流 真的是毫无障碍呀 对打如流 我就只会说 好了吃个饭准备出发 简单吃一点点了个青菜 点了个汤点了个米饭 老干妈永远的神 老挝的加油站 这边应该是汽油 这边应该是柴油 我加了一箱油 十升油是22万 22万5400多 相当于人民币70多块 那合下来一块也是 不是一升也是七八块了 老挝的石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抓那个沟里边去了 吓我一大跳 这会儿心脏都还在通通通的跳 他们这边的路就是这样 骑着骑着 全是坑 我刚刚我还躲着的 躲到这边上的 还打滑了一下 我的天呀 今天这个路太烂了 给你们看一下 我现在这里的风景 有没有一点桂林山水的意思了 河里边还有小孩在游泳 我还给你说飞高点 那里有山我们应该先转一下 你现在往上飞 你看看能不能动 它长夜了不行了 挂在那树上了 水漂的无人机 炸鸡了 天黑了只要是 咋办呢 现在他是要赶紧的找那个什么 找飞机工囊 我觉得我是退着走的 应该在那边那一片 我刚给他说完飞高点 他的飞机就炸鸡了 闪灯明叫 不是你闪灯明叫 你得在飞机边上的 所以要趁现在飞降一片 我们现在离那个万荣 还有20公里 路过这个地方 觉得这个地方风景不错 就说飞一下 结果就炸鸡了 我估计是在那个山上 哎 凭着感觉我俩找飞机呢 飞机好像在这儿 打开了这个 风鸣呼叫 听着这上边好像有声音 但看不见灯呢 这样没有灯 它没有灯亮的是吗 有灯 但是看不到 估计在草丛里边呢 关键是你看我在国外的时候 你看在国外它都不显示 具体位置 它都不给你显示具体位置的 就是我们找飞机 然后它就显示这个地图在国外用不了 地图在国外用不了 嗯 然后就没办法看到它那个坐标 就是飞机的具体位置 对 它凭感觉好像是在这儿上边 找到了 看见没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闪灯 瞅了半天听了半天呀 这儿 哎呀呀记住位置 明天过来捞它 对必须要把这个残骸捞着 因为不捞着的话 这个无人机就报废了 捞着的话 好歹 还能去换个新机 添点钱 你看就这儿 把这个位置记好了 对就这儿 哎呀我的妈呀 大晚上的走这么烂的路 我的天 到万荣了 发现万荣这边的酒店 比朗布拉邦那边 还要便宜一些 今天晚上这个房间一百块钱 比我们前两天 在朗布拉邦住的一百块钱的环境要好 我的天哪 今天又是 土 土 脏死了 哎呦休息休息 又是八点多了 又是跑夜路的一天 明天还得回去找无人机 明天早上睡醒去找无人机 看一下能不能找回来 天哪 哎呀 好 谢谢大家